好 赶快就来关心康瑞台风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 那么最快明天一早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最新的台风动态赶快交给气象主播宣同 谢林谦 康瑞台风呢 它的路径不断稀修不断的往南条 在昨天的时候可能从花莲一带登陆 但是现在呢各个国家的气象单位都认为 花莲到台东甚至在恒川半岛一带登陆的机会都是有的 甚至部分的戏籍模式的成员 有认为可能会从巴士海峡一带来通过 不会登陆到台湾 这几率也是有 只是以目前各国气象单位的权威官方路径来讲的话 还是登陆的机会是最高 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都可以看到 太平洋高压的强度是比较强一些 所以才会引导它往西往南的方向来走 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半部地区都会是首当其中区 当然它如果越往南的话 南部地区的影响也会比北部地区的影响再来的更多一些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卫星云图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结构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浑圆 现在呢它的近周星风速已经来到了每秒42公尺 未来还会再持续的增大 不排除会来到48公尺 甚至逼近于强烈台风的等级 而且现在的暴风圈半径呢 已经来到了280公里 是它原本预估的最大值 现在呢更往上预估可能会来到300公里 也就是说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 即便它是从台东一带来登陆 但是它的半径呢其实足以把整个台湾都完全给包覆住 但是今天的降雨呢其实跟台风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累积雨量图 吹的就是一个东北风 所以北部地区山区宜兰地区有来到大雨等级的降雨 累积雨量呢大概是80到110毫米左右 但是到了明天之后呢需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在中部地区呢 中部地区还没 但是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雨 还会再进一步的增多 甚至不排除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林谦 好那么顺同继续还要请教你 虽然还没有发布路上台风情报 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这个台风有机会让大家放到台风架吗 以及它影响的地区的时序再交给你 好确实大家关心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放台风架 而如果以目前的路径上面来看的话 在礼拜四的时候是它登陆台湾的几率是最高的时间点 而且也是影响范围最为剧烈的时刻 所以我们就要带大家来透过这一张位来降雨趋势来看 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其实北部地区以及在北部山区宜兰呢 就有可能会来到大范围面积的大雨 或者是直部地区的好雨 而在花莲还有在台东呢 越晚的时候雨也会更大 当然中南部地区的平地要等到礼拜四的时候 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礼拜四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呢 都是全台湾都有雨的 你看到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紫色甚至有点发白 代表会大范围面积来到豪雨等级以上 甚至直部地区会来到大豪雨 或者是超大豪雨 而在北部地区以及在南部地区 中部的山区呢 也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即便在中部地区感觉雨呢 没有像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来得这么的大 但是这时候的风也很强 不排除会吹几9到11级甚至以上的阵风 而目前观测到的其实在台东这边呢 蓝雨这里就有十级以上的强阵风了 再来看到这台风呢 礼拜五的时候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这时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台湾的西北侧 这时整个中南部地区呢 都是一个迎风面地区的降雨 所以还是要注意 即便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到了礼拜五白天的时候 雨是明显的缓和 但是中部地区的雨还会持续 而目前来看的话呢 其实今天傍晚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早上的时候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但是今天明天其实它的中心 都还没有实际的登陆到台湾 所以你在今天还有明天的时候 都还可以赶快的去做好一些台风的相关措施的准备 以及赶快采买 定前 明天早上 你可以去走 看我去走 眼前不是明天 不幸 我熟悉 你 到